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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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容易造成精神疲倦不振 那你应该试试看哦 可以在办公室做一些像是拖拖地板啊 擦擦桌子啊 这种劳动服务哦 虽然啊 这样可能会让你更累哦 更筋疲力竭哦 可是最起码你的精神跟肉体是取得一个平衡 再来是天蝎座 天蝎座呢 你本周在感情上 应该要记取过去的失败经验跟教训 才能获得成长还有进步 例如啊 你上一次如果是交往一个月后被甩 那这一次死托活托也一定要超过一个月哦 射手座 本周啊 射手座的朋友 你如果向暗恋已久的对象告白 你将会有机会拿走对方的心 可是啊 如果对方他没有先签那个器官捐赠同意书的话 你就不可以随随便便把人家的心脏拿走 知道吗 摩羯座 本周啊 摩羯座你应该会遇到一个初出萌发的感情 可是这初出萌发的感情会因为你吝啬的习惯而告吹 例如 你在出门逛街的时候 如果对方跟你要一张面纸 你可能因为他没有给你零钱 你就让他拖着一管鼻涕走过几个街区 这样的感情怎么会成功呢 水瓶座 本周水瓶座出门的时候 记得记得 贵重物品啊 不要放在背包里面 不然啊 很有可能在公共场合被扒手光顾 可是啊 这也不代表 如果你把贵重物品捧在手上 扒手就不会来哦 最后一个新作 双一作 双一作呢 你本周应该多多听小孩子的心声 你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例如啊 你可能会从小孩子的口中 发现你的另一半自以为掩藏的天衣无缝的外遇哦 这就是本周的新作运势 不信就别听 你有听清楚了吗 对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